2021台北超級馬拉松 與29日一連三天 在花博新生公園登場 今年也邁入活動的第十年 吸引熱愛長跑的高手們前來參加 近期因為疫情升溫 活動在防疫規範上也下足了功夫 超馬協會理事長郭豐舟表示 近期因為疫情的關係 活動在規劃與舉辦上也備受考驗 但參賽跑者們 準備了許久的時間 加上規範上都符合中心規定 也在細節上做加強 讓活動能順利進行 我們從後面開始 這個體溫檢測開始 然後每個人都要填寫健康說明書 然後要求每個人在現場 開跑前都一定要戴口罩 進補給站之前 一定要先洗手消毒 然後進我們的補給站裡面的食物 都不是用手直接去拿 我們會把它分裝在小杯子裡頭 然後他就直接拿杯子就好了 參賽者們各個都是有備而來 對於這次的超級馬也都設立了個人目標 期許能夠達到理想成績 我是那個愛跑者的團隊 所以有跟就是愛跑者的一些前輩一起報名 因為沒跑過 所以想說就是還是試試看 但是目標放在277 我是希望突破去年的313公里 就是破自己的PPV目標 然後當然也是第二個目標的話 就是如果有能力的話 就是分組我們45歲的話 是340公里的紀錄 這兩個目標挑戰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 但今年賽事依舊非常熱鬧 本次活動 台北超級馬拉松跟劍洞人協會合作 跑友除了可以選擇 捐贈紀念山的製重費用外 現場也設有攤位和罰票捐款箱 一賣所得將全數捐給劍洞人協會 讓跑友在跑步之餘 能用愛心助力 Sunny TV 台北報導